疑似服用日本小林制药旗下含有红麴成分的保健食品在一天死亡案例 日本厚生劳动省证时出现了第二个服用相关产品后死亡的个案 但是不是小林红麴产品所引起的还要理清因果关系 国内食药署也呼吁民众禁止使用相关产品 除了两大输入业者预防性下架 十多家日本业者也自主回收相关产品 包括DHC等等 而日本食品食安问题连环报 还包括了被干秋刀鱼检出致癌物 以及日本知名未曾碗米混入疑似蟑螂的物体 都掀起国人担忧不太敢买日本相关进口食品 日本小林制药旗下的红麴保健食品风波 持续扩大日本厚生劳动省证时出现 第二个服用相关产品后死亡的个案 不过是不是小林红麴产品引起的还要理清因果关系 此外不用小林红麴产品后 而住院的人数也增加到106人 而台湾业者输入相关一律产品也全面下架 最新传出日本知名的DHC 也主动回收在台湾贩售的保健品 不过业者强调在日本贩售的同名保健品和台湾产品处方不同 未使用到小林制药红麴 但对产品进行预防性下架回收并给予退款 要呼约大家要立刻的停止使用 请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要提供问题红麴原料输台的资讯 食药署表示相关原料产品目前国内两大输入业者都先预防性的下架产品 但相关流向还收到台南三家业者以及台中等下游业者 若国人有长期食用相关保健食品 出现哪些症状得特别留意 直及日本进口食品专卖店业者纷纷避而不谈就怕生意受到牵连 因为近期日本食安问题连环报 除了小林制药红麴案相关产品回收下架中 还有被干秋刀鱼在边境遭检出一级致癌物 以规定退运或销毁 另外日本知名未曾玩米混入疑似蟑螂的物体 台湾也输入3.25公斤已经引起民众担忧 所以我们都不敢碰了 日本方面的东西我就会排除了 所以用小吃这样子 进口食品食安危机一个接着一个相关单位 恐怕得要更谨慎把关 在杨宗彦黄胜泉台北报道